黎彦书 上车 董事长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你那么渴望嫁给顾承泽 为什么取消婚礼 你怎么知道 这你不用管 我想知道的事情自然会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我们顾家的人愿意名为正娶 简直是你八辈子修来的俗气 你居然还敢忽悠 你的脑子是不是坏的 董事长 你还挺关心承泽的嘛 谁说我关心他了 我才不会关心他呢 我之所以来找你 是因为我看不惯你这副傲慢无礼的样子 我希望你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尽快做出正确的选择 好了 你可以下车 关心就关心嘛 非得找这么多理由干嘛呀 下车 哦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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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喂 喂 顾瑾瑜 我终于知道黎晏林为什么要起床婚礼了 原来是这样 那我马上去找Michael 把真相告诉他 锦云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奶奶 我知道李彦书取消婚礼的原因了 我现在去告诉Michael去 奶奶 对不起奶奶 我之前误会你了 你这是怎么了 李彦书不是很爱成泽吗 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得去问韩俊阳 我先去告诉Michael了 好 谢谢 谢谢 小俩 这是 这 我 这 应该是 你 那 我 我 我觉得 我 不 那 独特 无论 你 我 我 3 3 3 4 4 5 5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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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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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 10 11 11 你还在等什么呀 听见了吗 那你在等什么呀 你就这么放弃了 就因为二十年前的事啊 那是他妈 又不是他做的 再说了 你忘记他怎么帮你找阿姨的了 这些我都知道 你知道你还在等什么呀 你知道你还在等什么呀 你是不是怕阿姨不高兴啊 哎 不会的 阿姨那么同情打理的人 再说了他一直也很喜欢念书 他怎么会呢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步 你真的是皇帝不及 急死太监 你这种温吞水的性格 我也不知道念书喜欢你什么 他根本就不爱我 他跟我在一起 就是我跟董事长怒气 这种谎言你都谢 他明显就是在撒谎吗 他没有撒谎 就让我最清楚 你怎么清楚 你以为你是测谎医啊 是 我身体就是个测谎医 只要人对着我眼睛说谎 我就有反应 就是 Michael 你有这么厉害的功能 我怎么不知道 那FBI怎么没招募你啊 我没跟你看过去 我认真的 那 好吧 我相信你 你知道 今天是谁让我来的吗 谁啊 奶奶 老婆 你 пост ques 吃 !", 大家 你再说几句 广告给我听 严重点 说什么 随便说严重点 我 我讨厌你 再严重点 再严重点 我恨你 我不喜欢你了 你给我走 小子 我喜欢你 你去哪儿啊 讨厌书 神经病啊你 博士 我的谎言过敏正好了 什么 我没听清楚 我说我对谎言不过敏了 真的 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刚刚 太好了 这一定和你 恢复记忆有关 你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一探 我要给你 都随便检查 博士 我现在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等改天我再检查 好的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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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